HELLO 大家好 我是齊德 今天是齊德講健身的120集囉 那正如這部影片的標題 有不下意人傳這個影片的連結 他想要知道我的看法 所謂的不下意人就是兩個人 沒有知道真的很多人的意思 那我想說就打部做一個影片叫做 KID REACTION TO YOUTUBE VIDEO 就是講述一些大家在網路上面看到的一些 體系能相關的影片 然後他們的觀念 以及我看這部影片的觀點 好 那我稍微做一下 略覽他們的英文跟中文的頻道 叫做一個Dr.Berg醫生所創立出來的一個頻道 那我稍微做一點點的深入的研究 我發現他是從整體的方面拿到一個學位的 所以他的中文頻道翻譯成叫做 伯格醫生 因為在台灣來講醫生 就我們知道是醫學院所畢業出來 我們會叫做醫生 那在國外 其實你只要有一些學位 也可以叫做Doctor 那Doctor 指的像是博士啊 比如說你是法學博士畢業 或者是哲學博士畢業 或是生命科學 或是建築 或是機械工程博士畢業 你在英文前面都可以冠上一個叫做Doctor 但是在中文來講至少這些人不會稱呼自己叫做醫生 那他是有一個叫做Chiropractic 整體相關方面的學位的Doctor 所以如果說他的中文頻道用伯格醫生 我是認為可能會有點用台灣的認知 就是權威性身份地位 來獲取大家對於這方面對他的公信力 我覺得沒有這麼的理想 所以整體看起來他似乎是一個生酮跟鑽石飲食方法的擁護者 我個人是不會排斥或是不會反對這兩種特別的飲食方法 那也不會推薦或是推崇別人去使用這兩種飲食方法 因為他就像是一個不同的門派 甚至是不同的信仰一樣 有些人信天主教 有些人信基督教 道教 伊斯蘭教等等 或者是有些人在選派系的時候會選 武當派啊 額眉派啊 那不能用對方的缺點來打翻他所有的不是 因為每一個不同的門派 一定有他的優點跟缺點 就是他的可取之處 那每一個人他都是一個特別的個體 在我們研究上 都會累積大多數人的平均值的狀況 然後來論述 大家都是怎麼樣一個情況的 但是人他的差異性非常非常的大 有一定所謂的離封值的存在 所以像是前陣子有一些新聞 他講說一個一百多歲的老奶奶 他們每天喝很多可樂 就他有沒有他們 他每天喝很多可樂 然後醫生就叫他不要喝可樂 但他醫生已經死掉了 所以在他的身上 就是一個離封值的存在 不能用這種離封值 來去推到每一個人 所以我們在做一些科學研究上 必須要慢慢的去累積這些大資料庫 那在講述一個論點的時候 這也是我自己也蠻害怕 去犯了一個錯誤的 就是用cherry pick 就是我們叫做挑櫻桃 你總是會挑一些好的嘛 所以我們在講述一個觀念的時候 有時候會講 自己可能已知 或者是認知上的 認知或者是偏見 然後來證實自己的論點 是有科學證實的 但是其實 我相信可能兩派都有 這也是我自己害怕 我在這個頻道會犯的事情 那可能時間不夠 看不足夠的研究 都有可能會發生這種錯誤 所以如果說未來這部影片 或是這個頻道裡面 有任何的論點 大家覺得在當代的科學研究之下 有不同的看法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做一個討論 好 那我們就要正錄 這部影片的話題囉 我們來看一下這部影片 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開始看吧 bble潤 well, hello in this video Thomas Delauer and myself are doing a joint video on the three most common muscle-building myths we'll be going back and forth starting with me enjoy thanks Dr. Berg guys, I'm so stoked to be able to be here along with Dr. Berg dropping some serious science and some serious knowledge on you guys so Dr. Berg, why don't you take it away you lead it off and then I'll give you my take hey guys Dr. Berg here in this video we're gonna talk about the three most common 最 common muscle building myths okay myth number one we need carbohydrates to build muscle okay now it is true that we need insulin to help build muscle that's true and then you know 确实需要胰岛素我其实不会这样特别的讲因为其实分泌胰岛素在 人体的生命过程当中算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练肌肉需要的东西叫做重量 训练一定要有重量训练才可能会增加额外的肌肉那胰岛素这个分泌量 它只是我们人在吃任何一餐之后一定会有的胜利反应 因为人体要赶快把原本的身体状况回到原本的恒定值 所以练肌肉需要胰岛素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胰岛素只是生命过程的必然发生的条件之一而已 然后如果你这个观点来看的话胰岛素分泌后 它的肌肉量才会增加那只有在餐后才会增加肌肉吗 我不这么认为 好 脂肪酸是会有滤胰岛素 所以我们营充更加肌肉 我们的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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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精力就会增加量的肌肉 结果呢 他说碳水化物会吃起胰岛素 就确实没有说 在大动物认知 特别是一些精致的碳水化物呀 像白半呀 或是盘啊 本身 它们会导致血糖增加促食胰岛素的分泌 但其实有一些食物 它们也可以促食胰岛素的分泌 就是不是碳水化物的食物 像是脂肪也會啊 蛋白質也會啊 因為在2011年有一篇研究 它指出說 當我攝取足量的蛋白質情況之下 再搭配一點點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跟純碳水化合物 它們引起類似的胰島素反應 所以其實引起胰島素的反應 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的專利而已 不太 因為問題是 當你做過太多的脂肪 你會令脂肪不允許 如果他想要過多食胰島素無效 我覺得這個比較偏向於在 糖尿病的人身上 會有一些胰島素抗性的問題 對於一般人來說 我覺得可能這個嚴重性 沒有到這麼的明顯 OK 所以胰島素不能再活動 現在人們真的需要多少碳水化合物? 是有一個重要碳水化合物嗎? 其實沒有 沒有 哈哈 我覺得這個我也不會反駁啊 因為 假設今天是一個探討 從來沒有重量訓練過 而且他肌肉量也很少的人 他們在一開始介入重量訓練之後啊 即便在不攝取碳水化合物的情況之下 我都認為他可能還是有增長肌肉量的潛力的 因為畢竟他的肌肉量很少嘛 但是只要 他的肌肉量如果多到一個程度的話 我不覺得在不攝取碳水化合物的情況下 他還可以持續增長更多的肌肉 那可以保留肌肉 我都覺得已經不錯了 因為只要肌肉量夠多之後 一定要有更多的能量 以及更多的碳這個東西 去維持我們細胞的 這樣 我認為他講的這個沒有錯 確實在一般的人來說啊 以一個70公斤的男性 他大概會有5升的血液量 那平均每100毫升的 正常人的血糖濃度 大概會是70到100毫克左右 所以這樣換算下來 他的血糖的總量 大概會是4克 也就是1茶匙左右 就是沒有錯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太多糖 我們身體可以從其他的能量來做 所謂的糖質形成 身體需要的糖很少 確實我們在沒有在從事運動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會用太多的糖 拿來當成能量的介質使用 因為血液當中有很多的能量來源 像是脂肪就是一個很大量的熱量提供者 那樣我們會用 所以我們身體可以從其他的能量來做 所謂的糖質形成 像是乳酸啊 或者是蛋白質啊 氨基酸 或者是脂肪 酸酸乾油脂 他們也可以用 糖質形成的方式來做成新的糖 就是內原性的糖 但平均的人 會每天喝27-31小匙的糖 每天 這個說法有一點奇怪 因為他說我們 血液當中會有一茶匙的糖嘛 那我們攝取27-31茶匙 所以這是一般人需要的27倍 這個超級不合理的 因為我們除了血液當中有糖以外 我們的肌肉跟肝臟是兩個身體儲存糖類 最大最大的一個組織 那肌肉裡面大概就可以儲存 以一個70公斤來說大概是400克的肝糖 那肝臟裡面大概會有100克的肝糖 這個在2009年的研究指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不能說你今天賺了2000塊 但是你的皮包內通常只放100塊 所以你今天賺的是你平常需要的20倍 大部分皮包裡面的這些100塊是 我們維持穩定 肯定的 只要你多了你就會拿去存起來 那如果你血液當中 你皮包裡面的錢沒有人 你就會領出來 這種道理 不代表說你今天日薪2000塊 就是你平常所賺的20費 這真的有整個保jar力或者這個 你們看到我們很毫升的藥果 所以你們有很多範疇然後 我很擔心我틱燈當中方的 根本是如果我們要 Victorious pas放電� Tax 高- carbohydrate diets so what is the solution? to answer that, I'm gonna bring on my friend Thomas Delauer to see what he has to say you nailed it there's not even a whole lot more I can add to that but what I'm gonna ultimately say is I used to be that person that was consuming a lot of carbohydrates to try to build muscle and quite honestly you guys have seen my before pictures probably and we're gonna show them on the screen right now 那就是我常常温量的酵素 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点 这就是那种营充的抵抗力 你现在就用这么多酵素 你的身体是由于 你身体习惯燃烧碳水 你身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会增加碳水的食用量 也就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 当强度越高 我们会越依赖肌肉内的碳水 来做能量的介质 因为这时候能量的急迫性 会比较强一点点 那它提供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 就是从氧化作用来说 就是糖类氧化作用来说 其实它们就变化了 然后它们需要开始生成更多的营充 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反应 所以它们可以让它们身体很困难 现在,再加上去 您所说, Dr. Berg 人们需要理解的是 Ketones,像当你在低脂肪的状态 或当你在Ketogen 通常温度饮食 然后大概碳水化物大概占每天热量的5%左右而已哦 Ketonec diet are actually very, very muscle preserving 所以你看它用的词字叫做 muscle preserving 就是保留肌肉 它不会用在增加肌肉 因为以目前的大数据库来看啊 生酮饮食方法 它确实在有一些研究 它显示可以增加肌肉 但是在大部分的研究 都显示它可能可以保留肌肉 所以它也用这个保留这个字 不代表它可以额外增加肌肉的饮食 相较于一般的饮食方法 所以相信它 当你身体脂肪 像在高脂肪、低脂肪的热量 肌肉内里面碳水化物 就是肝糖的一群运动表现员 那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的话 他们在运动前就会使用这个方法 那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使用 所谓的肝糖超过法 因为只有在摄取大量的碳水化物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肌肉内里面的肝糖 才会额外的比起平常 还要填通更多一点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有找到类似的科学研究 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所以这种疯狂 但是肝糖其实保持在脂肪中的脂肪 所以我们的脂肪 都被保护了脂肪 我们的脂肪 都被保护了脂肪 现在最后一样 你会在脂肪中的脂肪中的脂肪中的脂肪 是如果你的脂肪高度是太高 或是你不吃太多 唯一吃低碳水饮食 就是肾痛饮食会流出肌肉 是因为蛋白质过高 或是空腹太久 空腹太久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它有可能会流失肌肉量 但蛋白质过高的话 我不这么认为啦 现在 关心你 有一个方法的方法 你和我常常说 当它关于脂肪中的脂肪中的脂肪 但你并不想你的脂肪中的脂肪 但你最好的方法是 保护脂肪中的脂肪 但关心你 你并不想保护脂肪中的脂肪中的脂肪 也不想保护脂肪中的脂肪中的脂肪 所以它应该还是一个推崇生酮饮食方法的关键 所以你发生脂肪中的脂肪就消失 voting的时候 那么加上的话 中文字谶转整个脂肪中的脂肪中的脂肪中的脂肪 它是超 conducted的 真的一定要觉得脂肪中的大迹 正常预作主要毋 vomiting effort 蛋白质进行脂肪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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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中令 一張圖 確實 mTOR它可以引起身體 促使更多的 muscle protein synthesis的訊號 就是肌肉蛋白合成 就是我們這部影片 或是這個頻道一直在推崇 或是在提到的文字叫做 MPS這個東西 那重量訓練就是一個開啟 mTOR 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muscle and there are a multitude of things that increase mTOR and a lot of them are just having to do with the right kind of training but also making sure that our blood sugar isn't constantly going up and down so anyway Dr. Berg I'm gonna let you lead off and go on to myth number two and then I'll give you guys my feedback on that as well well thank you Thomas that was a great explanation alright myth number two we need lots of protein to build muscle because your muscles are made out of protein makes sense right and here's a fact that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and don't understand your body recycles protein it's very efficient with protein it doesn't lose a lot of protein and when you add keto and intermittent fasting you're gonna spike something called human growth hormone by a significant degree and this hormone is the main protein sparer in other words it protects the loss of protein so on average a person would need between three and six ounces three to six ounces of high quality protein for each meal now that's an average it could be a little more could be a little less now what's gonna happen if you consume too much protein for that answer let's go to Thomas and see what he has to say you know I actually had to laugh a little bit when you were talking about that one because being in the fitness industry I've been exposed so much to people that are always telling me that you need to be consuming copious amounts of protein and I've always been kind of the black sheep of the bunch saying that you don't need that much and I appreciate your explanation because it's spot on and I'll add to it just really quickly there were a multitude of studies but one of the main studies that ultimately concluded this found that is you really only need about 0.5 to 0.7 grams of protein for pound of body weight and that's honestly on kind of the high end but this is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that is what his wife is doing because of his life because he's going to maintain self to self-defense because his older people he will be able to alter andências then he can take care of some of the materials that we can use his work to save it to do it he just said he's doing his work so if you're living in a lot he's looking at people because of his human life and his human life or he's a human life or he's more than what he's doing or he's more than what he's doing he's more than what he's doing or he's gonna need Thank you in this very few days so if he's working in world of his life he's recovering 0.8-1克每公斤體重的蛋白質攝取量 所以它的運動量、活動量越來越多 或者是它想要增加它的肌肉量的話 我們就會把蛋白質的克數拉高 可能到1.2克每公斤體重 就是它剛剛建議量差不多1.32克 那對於目前的研究數據庫 如果要符合絕大部分 就是95%的人的蛋白質攝取量 大概是1.6克每公斤體重左右 那至於如果說健美運動員 他們可能要攝取到2.0或是2.2克 那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增加肌肉 所以希望那些人會合理一下 現在當你飲用太多的脂肪 首先,它可以讓肌肉變成什麼叫做 Gluconeogenesis 它叫做葡萄糖新增 就是在我們人體上 如果缺乏碳水化物 就是葡萄糖的時候 我們會猝食的反應 但是吃太多蛋白質 其實它藉由葡萄糖新增 所產出來的效率 是比較低一點點 在一篇2013年就指出說 即便在高蛋白質跟高脂肪的一餐攝取之後 就是在這餐是沒有任何碳水化物的 在他們在8個小時之內 所測得出來的葡萄糖新增 從氨基酸就是從蛋白質來的 百分比大概佔8%左右而已 所以其實葡萄糖新增從蛋白質來講 它的效率並不是這麼的好 它會把多的蛋白質變成糖 再變成脂肪 那多的 只要碳結構有熱量的東西 像是糖本身就會變成脂肪 那脂肪如果吃多了也是會變成脂肪 就是熱量平衡啦 所以你會把它用掉 ultimately gets stored as fat 你 see, what ends up happening is extra sugar that doesn't need to be there ends up getting processed by the liver and stored as adipose tissue it gets stored as fat so yeah, extra protein can actually cause you to store more fat 確實多的蛋白質 如果在你一天所需的量 更多的熱量情況之下 也會成為身體儲存的東西 那蛋白質也會 脂肪也會 碳水化物也會 沒有一個例外 and it's a lot more of a process of testosterone, human growth hormone and some of these other compounds that are going on in the body just like you said that actually contribute to truly building muscle now, it can actually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your kidneys if you have too much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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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 這個 其實我已經推唱 灰蟲很多次了 大概在第四十世紀的時候 其實有關於蛋白質 和腎臟研究 所以他提出這個觀點 我個人覺得他太危言聰明了 protein now, you have to go pretty far to have a serious effect on the kidneys but when they actually started looking at urine samples they did find that urea nitrogen levels were elevated which means that people were wasting protein when they had too much so the biggest thing here outside of the fact that you could be hurting your kidneys 其實重訓本身 就會促使細胞的新陳代謝 那就會導致細胞 可能會被拆解掉一些 確實在重訓之後 如果你去做血液檢查的話 你的血液當中的 像是肌酸肝的濃度 或者是BUN 就是他提到的血液 尿素蛋的指數都會增加 You're wasting your money because if you're eating good high-quality protein like good organic meats that you should be and getting your protein from good honest sources and compiling complete proteins from different amino acid profiles then you're spending a good amount of money on it and it's probably going to be what you're spending the most money on out of your entire diet so don't waste it so all you have to do is make sure that you're in the right nitrogen balance in order to make some sense of this I'll just use sort of an example when you are in a positive nitrogen balance it means that you have enough protein to sustain and build muscle when you are in a negative nitrogen balance it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In such a situation, most of the people are a little bit less and more of the body and more of the body and more of the body It's pretty hard to be in a negative nitrogen balance but what we usually want to be in is just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perfect nitrogen balance is just enough nitrogen going in that is needed protein is measured in the way of nitrogen if we have way too much nitrogen 那是确定在身体中的身体 那是为了这些研究的证明是 员成多黄的黄油 意思是太多的抹素 所以我们只需要有点少过的构线 少过的构线 就是比起平约多一点 但是他的平约多一点是1克以上多一点点 还是1.2克 能够造成维织 任何过的构线 或是少过的构线 是全超过的 你也不会相信我 但我只能量约到90-100g 这个道理就很像那个老奶奶跟你讲说她都喝可乐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个人的感觉啊 对 I don't consume that much 90-100克的人来讲应该蛮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70公斤的人来说以1.5克大概是105克的蛋白质 In fact, I don't even eat all that much which is a whole other myth for an entirely different day But Dr.Berg, send it back to you to talk about myth number three That was a really good answer,Thomas Now let's go to myth number three And that is building more muscle mass will burn warm fat That is absolutely not true 增加肌肉可以燃烧更多脂肪 确实的不是确实,正确实 Building more muscle mass will increase your ability to burn more calories 增加肌肉量 我们之前有提过增加1公斤的肌肉量大概会增加每一天13大卡的热量消耗量 But we have to differentiate what type of calories that we're burning Is it fat calories? 所以它把它额外再分类为它可能燃烧脂肪 以及燃烧出身的糖 一樣,一个道理 肌肉只会在运动的情况之下燃烧更多的糖 不然它60%、70%都是以燃烧脂肪为主 因为脂肪它在血液当中算是能量 能提供最多以及最大量的能量提供者 因为毕竟身体的糖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们只有在做强度越高的运动情况之下 才会使用越多的糖 Or is it stored sugar calories?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muscle mass But they're not necessarily lean So the real question is How do we burn fat calories and not only sugar calories? To answer that, let's go to Thomas and see what he has to say Well, yeah, I'm a perfect example of someone that had a lot of muscle But still didn't exactly look good When I was 280 pounds, I had a lot of muscle But I was hardly lean So to your point, that's exactly right The thing is, is we have to condition our bodies To understand how to use fat as a source of fuel 必需调理身体,把脂肪变成燃料 那脂肪,其实在你目前看影片低强度的情况之下 就是最主要的燃料 That comes down not just to ketosis 就是又一直在提倡生酮这个东西 Good old-fashioned fat adaptation And I've talked about this in videos of my own before Fat adaptation is something that occurs When the body starts to develop 就是粒线体它是一个细胞内里面 主要在走有氧能量系统途径的一个胞器 那它会使用脂肪跟碳血化物所产生出来的东西 去进到里面做一个电子传递链产生能量 它是有点可以讲的啦 就是当我们吃越多的脂肪的时候 身体的脂肪量量越大嘛 所以势必的我们应该要学的 更多的东西去处理这个 你所摄取出来的脂肪 确实没有 但是没有它体上这么高阶的那种更高 如果我们使用了脂肪 它其实改变了它的气氛 它其实改变了它的气氛 它改变了它的气氛 它改变了它的气氛 改变了它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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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你有脂肪 它不一定是意味着 你的身体是会把脂肪的脂肪 它不是像脂肪确实是要 把这个热量使用 脂肪的脂肪 它的气氛 它没有肌氛 它不仅仅逃进肪 肌氛 肌氛的肌氛 肌氛 肌氛 维持有加异性 肌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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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一般熱量 其實我太懂它所謂的一般熱量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身體在靜態的時候 所使用的能量真的都還是以脂肪為最大宗 然後其實才會再次碳水耗物 最少最少就是蛋白質肌肉 因為你的肌肉量越多的時候 你在分解肌肉量的情況就會越明顯 因為你的肌肉量越多嘛 然後身體會盡量維持到原本的平衡 所以當你已經適合肯度的時候說 創造出來的蛋白質降解數字 就可能會比起一般人還要更高一點點 身體燃燒糖會持續燃燒糖 然後當糖燒完的時候 就會導致肌肉的分解產生糖 身體很難把糖全部燃燒掉 因為即便在一個馬拉松的跑者 他們完賽的時候 他們肌肉內裡面還是會存在一些乾糖的 那一樣身體只有在從事有強度的運動情況之下才會燃燒糖 所以這個前提是他必須要有運動 而且是長時間的運動 沒有補足這樣的能量的運動 所以在之前一部有做一部影片叫做 油養到底會不會燒肌肉這件事情 大家如果還沒有看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你自己現在就在攔趾了 然後會燃燒糖 然後會燃燒糖 所以他要用途中加糖 而且生酸 他要用途中加糖 所以他要用途中加糖 即便會用途中加糖 因為他要用途中加糖 所以他要用途中加糖 所以他要用途中加糖 所以我們要用途中加糖 只要你沒有在跑壁上面跑著不看這部影片的話,都在攬折 但是當你給他們的科學,你給他們的資料,你給他們的資料,都會有很多意義 你會更加強勁,還有保持習慣勢,才不會變胖 應該是可以維持熱力平衡才不會變胖 不管是任何飲食方法 只要有重視重量訓練,以及熱量管控情況之下,真的都不會變胖 如果你們做到正確,是用一個健康的 和 放慢的食品方法 Anyway,我希望這樣結束了這一個, Dr. Virgin 所以謝謝你給你學習 看起來我會覺得它是三個你要使用生酮飲食法跟斷食的原因 比較不會是肌肉鍛煉的三個物件 因為它的論述的對象到底是誰是非常關鍵 它有時候是放在糖尿病的患者身上 有時候放在肌肉量很大的人身上 可能會做一些肌肉降節的作用 有時候可能會再論述一般人身上 所以不同的個體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觀點 那我會覺得這部影片 它可能會擷取每一個不同的個體的優點跟缺點 來講出它想要呈現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會不會 應該說我不會完全信這部影片 但是它其實部分講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啦 但是它整體看起來來講的話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在看影片的同時 就是在你做的情況之下 運動強度最低的情況之下 我們身體還是以脂肪最為主的 主要能量燃燒來源 好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先到這囉 如果大家未來有一些影片想要讓我看 就大家不知道這個觀點是不是對的話 歡迎再傳給我看 或者是在下面留言喔 不要忘記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八點鐘 欸 等一下要先按贊 訂閱按贊 哈哈 按讚 訂閱 分享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八點鐘 齊得講健身 我是齊得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1980 餘分 我 翻跟 sauce 感谢观看